小小 大家好 今天最主要成果是 把我以前的地級資料 就是融化器 分離出來 從融化中分離出來 歡迎大家使用 那現在關在哲位下面 地級資料或地級答錯 集答錯了 要不要送第一個儀秀出來 馬上送 謝謝 謝謝 第1個儀秀 再來另外一個比較像是 我們去年一整年做的一個答案 那這個答案其實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攜帶健保的憑證 讓我們規劃的系列的協作分離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協作會呢 是因為其實健保卡其實已經很久很久以前 那這個 目前還有台灣大概 兩千三百萬人 人的話有一半的民眾還持著 那手發卡 那這手發卡 年代久遠裡面的 空間其實已經很小 還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就 從 2016年就開始有 把這個計畫 成報行證 其實他丟了好幾次 然後就是一直都被 要求在修正 那 在最近的一次呢 就是去年 國發會審議 希望呢 可以配合 數位國家的發展方向 那希望大家更前瞻 所以就叫 我們這個地方來 來緩化這個協作會 那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其實想到這個 新一代健保憑證 其實這個健保憑證 是因為它是法規的用語 所以叫健保憑證 如果大家平常用語 叫健保卡 那大家會想到說 可以做啟動支付嘛 虛擬健保卡 非接觸事功能 生物辨識 授權 禮止 哇 那 可是民眾到底要什麼 這個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民眾需要的 那 還有民間有很多社群的高手 那圖我可以幫你上忙 所以呢 我們就開了第一場協作會議 那這一場是請大家來說 你對這個新的有什麼期待 那你擔心誰 那所以有一些東西 馬上就被切掉了 有行動支付就不用了 那生物辨識的話 與會的授權會的朋友也說 如果生物辨識他們沒有很喜歡 那 雖然方便 欸 剩一分鐘了 好好好 那那那那分鐘 好好好 反正就增加了這些 有了沒了 我搞錯了 應該是往前口 喔好 對不起 哈哈哈哈 那 這個地方其實也 感謝小班 小班有參與 然後有給了一些 回饋 然後領發討論 那其實我們收到的東西 真的滿滿的 一大堆的標誤 那我們經過了會整 以後呢 在第二場的時候 我們 試想如何在知識安全的先提下 各界可以負擔成本下 讓推進這個政策 還有提升這個讀寫速度 那我們其實也有在網路上 收集大家的硬件 那第二場協助會 主要就是收納大家 一件用專業的人來規劃 所以請資訊的人來規劃 用法律跟廠商來做把關 那這包含了這幾個不同 一線醫療 還是三卡認證 那最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就請健保署來做一些補習 所以就產出了三個完整的 包含藍牙 NFC跟OTP 那有些建議難以執行怎麼辦 所以需要一些說明 所以有做一些成果的彙整 那接下來呢 每個人想像服務處形不一樣 大家的討論 可能沒有辦法對焦怎麼辦呢 所以就健保署那個時候就拍了影片 然後來讓大家知道說 新的流程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那最後就是第三場 結束會談出來的一些東西 跟一些建議 那這樣的完整度夠嗎 所以接下來 各位可能會看到 有一些小分圍的公開測試 包含居家醫療和醫療服務 使用虛擬健保卡 大概會怎麼樣使用 那這個過程呢 我們的規劃流程的過往 我們大部分是在會議前準備 和協作會議當天做一些收納 到賣物以後 讓大家一起來發想 那這一次呢 因為有三場 所以我們可以做得比較細緻 把會議前的準備 那收集一件 然後之後第二場 以及最後第三場的一些完整法 那非常感謝為服務 他為服務PO團隊 還有佩局在這個過程 扮演很大的角色 謝謝大家